111年在全員努力及消費者支持之下 本公司營業額達新台幣427億元 稅後金利新台幣172億元 合幣營業額所持突破新台幣5000億 達到5248億 食品夜領頭羊 統一企業28號召開一年一度的股東常會 董事長羅志仙親自主持 去年實體通路人潮回流 消費力道逐漸回穩 111年度稅後金利172億 合并營業額5248億 首度突破5000億大關 今年期望突破前高 本本壓力是不是有比較舒緩 我們成本來自於各方面 所以從過去到現在其實都是一樣 有的緩一下有的又上來 但整體來講的話 總成本是一直太長 運輸原物料成本影響 統一去年稅後金利172億 連續兩年獲利減少 但董事會對股東相當大方 今年配發現金鼓勵3.15元 以近期的股價計算 殖利率約4% 當然有的股東說希望公司營業可以很好 那我們股東就自然受惠 那就再鼓勵他們再繼續加油 統一集團從原料食品零售通路 物流配送等多個領域 也斥資了290億元並購量販店家樂福 今年中完成交割的進度不變 食品業龍頭垂直整合佈局 要爭零售版圖霸燭 TVBS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